10DS 香港甚麼事? 在哪里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时滑油巴士一路坐到总站 车程大概20分钟就到 the ride 到了鹤嘴右望 قال你 可以见到大潭海湾和赤柱半岛的景色 就是我上次去西游石的地方啦 學咀到是可以乘搭的士的 一路到電台發射站前面 可以少走30分鐘的 有什麼事啊? 在哪裡啊? 走多一會兒你會見到石堆 在探戶勝地 我們今天就不去了 走啊走啊 有兩隻狗仔陪我一起走啊 真的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學咀到鼠陰處處 一路上得好行啊 我還見到好多奇花易草 通常粉紅色花那些就是 什麼? 怕臭草 你讀一下它 花臭 上面那些都是 有花的都是 有粉紅色的花都是 很漂亮 大約30分鐘就到了電台發射站 這個路口要注意 不要繼續直行 在左手邊的草叢 你會見到一條沙泥路 沿著那條路走就對了 沿著那條路走就對了 沿著無線電站的欄杆外面走 左手邊你會見到很開陽的海景 天理好的時候 天理好的時候 你還可以見到 張鈞路工業村 和日出康城一帶 是 經過草地 轉右一直走就對了 一路走會來到這個分叉路 左邊向上走是去賀咀燈塔 另一邊是去蟹洞和雷蔭洞 我先去燈塔 右手邊會經過一排宿舍 你們見不見到燈塔 就在前面 學著燈塔是法定古蹟 在1875年4月16日啟湧 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燈塔 已經有146年歷史了 學著燈塔 又名為德記立國燈塔 是紀念駐港第一任 副總督兼英軍總司令的 德記立少將 說明是鶴咀 大家能否找到那隻鶴在哪兒呢 絕對 那裡 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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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走去雷音洞已经很多人了 大家来这里都是看海洛 和听海浪拍打的声音 好像行雷那样隆隆着响 真的好大声的 海浪拍摄的声音 接下來我到了海邊,有一幅瓊魚白骨的標本 它是之前在維多利亞港割潛的瓊魚所製成的 瓊魚鞋骨再向前走,會來到最受歡迎的蟹洞 聽人家說,遠處網外形都很像一隻蟹 大家都喜歡來蟹洞底拍照和觀浪 我很小心地攀上石崖,慢慢地走到懸崖邊 看到很多變化多端的海岸線,真的很漂亮 看完京濤蟹洛的美景之後,我們就沿路回去 去吧! 在離開之前,我跳望了機窗堡 因為今天好趕,唯有下次去吧! 掰掰!